大家先请合掌 南魔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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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据示大家阿弥陀佛 那我们上一次是讲到 这个佛到底在天上 为母亲摩原夫人讲了什么 那因为我们现在上的这个是地藏经 那他是说 这个地藏经是佛陀在 道立天空为摩原夫人说的 那实际上就是在各个经论里面 那么记载的不太一样 不过多数的 多数的经论 基本上 那么 他有一个共同点 第一个 佛陀到道立天 为母亲说法是为了什么 那么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是说 成佛后第七天 也这么说 那么就为母亲说法 那什么时候 不是第七天 第七年 第七年 第七年为母亲说法 成佛后第七年 第六年是度 第四年是度舍利佛跟穆建元 第六年回乡省清 度晋范王 还有那些堂兄弟 就是他们的家族 就是第六年之后 度他们的家族 然后晋范王没有多久就往生了 可能在第七年 他就往生了 然后 这个佛陀又到天上 为母亲说法 度他的母亲 那基本上是 一般我们有一个说法说 一子出家 怎样 久主升天 好 那这个不是说 你一个人出家 你的家族都可以 居前升天 不是哦 不是 他这个就是 从释迦牟尼火的例子来讲的 就是说 这个儿子出家 那么他影响了 在他周遭跟他有关系的人 那么他影响最多了 有可能就是他的父母 兄弟姐妹 亲族这一些 你看 释迦牟尼火一个人出家 称火 那么他的爸爸 那有的时候是郑三国 郑三国 他为他父亲三次说法 那么父亲生病的时候 他回去 父亲往生的时候 他又回去台关 释迦牟尼火自己去台关 那他的爸爸也很荣幸 所谓他台关 那底下可能就是他的弟子 或怎么样 那他的兄弟 他的姨母 大爱道 后来也出家 郑阿罗汉 就是他的姨母 也是他的养母 也是他母亲的姐妹 那么他后来 在进犯王往生的时候 那么他也出家 带着五百公里出家 他也赠阿罗汉 我们先说释迦牟尼火的家族 就是说他的最亲近的人 他的父亲 他的母亲 他的养母 这三个 然后 他的养母赠阿罗汉 就大爱道 大爱道 赠阿罗汉 他的父亲赠三国 那他的 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摩耶夫人 那么一般来说是赠出国 所以那其他的 比如说大爱道的 大爱道的儿子 就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 那么阿南 也赠阿罗汉 那其他的他的堂兄弟 很多都赠阿罗汉 那有的多数 加比罗汉国的人 加比罗汉国的人 很多都升到天上 包括祈活 那么也升到天上 非常多人升到天上 那么从这个地方看 一直出家 九族升天 那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 你家里只要有一个人出家 你就不用担心 你的爷爷奶奶 从上开始算 都可以升天 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好 升不升天 解不解脱 不是看你家里有几个儿子出家 而是 你这个人 有没有影响到你 你有没有受他影响 你出了家之后 你出了家之后 或是不一定出家 你学了佛之后 你有没有足够的方便 有没有足够的智慧 有没有相当的能力 去影响你周遭的人 那么这个是佛法里面讲的 超度冤亲在主 那么也是我们说的 回向的意义 那我们后来都把它误解了 这一点我们稍微先讲一下 我们常常做完会的时候 要写那个牌子 超度 某某人累劫 冤亲在主 那我们刚才 我们先来讲这个问题 一子出家 九足升天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换成 一子学佛 那一子也可以换成一女 就一人 不管是男的女的都一样 那么 子当然就不一定是男的 但是我们就这样 一子出家 那么 那出家可以换成学佛 他不一定出家 但是他学佛 他影响了他爸爸 他影响了他妈妈 这个老婆婆 老爷爷影响了他的孙女 基本上也有这样 那么他因为学佛 他因为学佛 断恶修善升天 他因为学佛 那么断烦恼 那么得解脱 正出国恶国三国四国 那么他再去影响他的人 几个例来讲 我们几个例来讲 那佛陀最早度的比丘里面 有一个叫做耶瑟 耶瑟 那么这个耶瑟 他听说有人成等正觉 赶快载着他的四个朋友 叫做耶瑟 四友 总共有五个人 那么其中一个 包括傅罗纳 这个耶瑟 四友里面有一个是傅罗纳 那么 带着他来见我 没有多久 这五个人就证了阿罗汉 耶瑟 这五个人就证了阿罗汉 那么这个是在 这个是在 这个吴比丘 跟杜 金皮罗 八个人之后 那么他们就 这五个人证了阿罗汉 那你看 这五个人学佛 他没有出家 他没有出家 他只是来 来亲近国 后来没多久证了阿罗汉 我出家了 这个后来也出家了 这耶瑟 四友回去 他知道佛法的好处 他感受到佛法的喜悦 他得到佛法的利益 那么他赶快回去 影响他的亲戚朋友 父母兄弟 这五个人 这五个人回去 找了他们的家族 父母兄弟亲 父母兄弟姐妹 那么叔叔伯伯这一些 朋友这一些 找了总共找了五十个人 这五个人 找了五十个人 这五十个人听了之后 马上又来亲近佛 听我说法之后 这五十个人 全部都赠阿罗汉 所以这个是佛陀最初 这样就五十五个哦 除了五比丘 跟那三个金匹 三个之外 这是最初的五十五个阿罗汉 但是耶稣的父母 耶稣的父母 没有正当的话 耶稣的父母后来升天 成为佛陀 佛陀最早的 归一三宝的弟子 后来也升天 那你看一子出家 九族升天 那么多人 亲戚朋友都什么 都得解脱 那么基本上就是 你学了佛 得到佛法的好处 得到佛法的好处 你第一个 你想影响什么 第二个 你能够影响什么 那你要知道 即使是佛 即使是佛 他也不能度什么 无缘的众生 那你的父母兄弟姐妹 亲戚朋友 肯定跟你有缘 那这种缘 缘有两种 一种叫做善缘 一种呢 恶缘 对啊 你们越来越厉害了 他说佛也不能度无缘之人 那么我们也是 佛都这样 我们也是 我们只能度 跟我们有缘的人 那么 这个缘基本上 就分善缘 跟恶缘 所以假设没有缘 我们就只能跟他结善缘 结法缘 然后等待未来可以得度 那么这个还要牵涉到他有没有善根 你跟他有善缘 但是他没有善根 你自己没有智慧 没有善巧方便 你也度不了他 所以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缘基本上分善缘 跟恶缘 那么善缘里面 假设成为你的父母兄弟 亲戚朋友 那么他基本上有两种 一种 一种就是报恩的 一种是还债的 就是你过去与他有恩 他现在来报恩 成为你的儿子 非常的孝顺你 成为你的邻居 非常照顾你 成为你的伯伯 叔叔 婶生 阿姨 那么 先生 太太 女儿 儿子 不管 反正就是会在你的周章 对你的生命产生 真上 产生 好的影响 在你困难的时候 帮助他 帮助你 在你 在你快乐的时候 保护你 反正就是类似这样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 报恩 跟还债 那如果是还债的 你会很明显 他就是很甘愿为你做 就算你嫌弃他 就算你对他不好 他也很甘愿 这种基本上 很多是来还债的 那么就是 你对他好不好 没有关系 他一定对你好 那如果是讨债的 你对他好不好 没关系 他一定对你不好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么 这一公大师有讲过 如果二元 他就是两种情况 一种叫做报酬的 来做报酬的 一种就是来讨债 那通常 他会化成你周遭的人 那每一世都在化 这一世 你觉得二元三元 三月二月 会让你下一次周遭的人 父母兄弟姐妹 亲戚朋友 邻居老师 同学 周遭的人都会患 他在你的生命的某一个历程里面 会对你造成相当深刻的影响 好的影响跟不好的影响 那其他的影响力比较少的 那个就叫做缘比较浅的 那没有影响的 就是没有缘的 就像他也骂你 但是你根本就很快就忘记了 根本就 但是这个人骂你 你一辈子受伤 这个人掌叹你 你一辈子 因为他这一句话 让你生命找到方向 那个就 反正就有很多种 那么这种我们就叫做 冤亲在主 这个报恩的就是亲 报仇的就是缘 那么这个还债的就债 这个讨债的就是主 应该是这里 还债的你是主 是你的亲 是你的主 这讨债的 这是你的债主 那这是还债的 那基本上 我们常常在做法会 我们去做法会 然后都会写 冤亲在主 冤亲在主 超度 其实佛法的意思 不是说 你在这边诵经 然后你回向给他 一般我们是诵经嘛 念佛嘛 拜佛嘛 拜畅嘛 诵经 然后有功德 那么回向 你就念这边念经回向 给我的冤亲在主 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我的爸爸身体健康 我的妈妈青春有助 当然不可能 但是就是说 你要回向 这个公司顺利 我的子女 考上大学 这种种这些 我高兴你 佛法不是这样子的 佛法是怎样呢 它是 你学佛 诵经其实是明白佛法的道理 诵经是文师修中的第一个叫做文 佛法最重要能够影响别人的力量 是什么 智慧 智慧 佛 佛 身口意转法人 最重要的是叫见 就是你怎么样去影响这个人 通常是透过语言 把我所知道的道理 透过善巧方便 让你也知道 那么我因为这样的道理 我因为知道这样的道理 我确实去做了之后 我得到了这样的利益 我告诉你之后 你也因为这样的道理 那么这样去做之后 也得到了那样的利益 我没有直接把功德给你 没有 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把我从佛法那里 得到的功德给你 举个例来讲 你从佛法 你从佛法里面 知道禅修的功德 你从佛法里面知道禅修的功德 他告诉你 佛斗告诉你 你要让心定下 自心一处 无事不办 好 你知道这个心的力量 心为一切法的主导 若人欲了之 三世一切 因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脏 好 那么你学了这个道理之后 你发现 世间上力量最大的 不是核能 你的心 你的心 那个能量 大过一个核能电厂 而且源源不断 好 那么它 核能 它是有力量 它是一个很小 然后它可以释放很大的力量 我们的心 没有行 没有像 但是释放的力量 比一座核能电厂 还大 还强 好 那你从佛法上 你从读经里面 你知道 心的力量非常强 但是平常的人 心的力量 没有什么力量 为什么 被覆盖住了 被烦恼覆盖住了 被烦恼分散去了 大部分的力量 都拿来烦恼 被烦恼蚕死掉 所以没力量 一下子想这个 一下子想那个 那想来想去 那么 就是整个心力量 都散掉 所以它现在告诉你 你最大的功德的来源 在这个心 你必须好好 好好守护这个心 好好养护这个心 好 那么你现在知道 那怎么养护呢 好 它告诉你 你要先让心 安定 不受烦恼的束缚 就是你不受烦恼的束 然后安定 然后集中 那怎么集中安定呢 好 它就告诉你 修安那波纳 出入洗 关这个心 心坐下来的时候 找一个地方 安静的地方 不受干扰的地方 然后那个 那个这个 空气流通的地方 很好的 静坐 学习 安那波纳 调洗 出洗 入洗 让你的心静下来 那么你会看到 就是你会感觉到 这个心的力量 非常的力量 好 那么假设你知道 那你自己回去 在烦恼的时候 你调呼吸 你感受到 你感受到禅定的功德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 你从经知道了吗 经里面有这么说吗 那么 你读了这部经之后 它告诉你这样修 你回去修了 本来会烦恼的 本来会在意的 因为我修了这个之后 我的心越来越光明 越来越有力量 越来越正向 好 那么这样的力量 你有没有办法说 那我送给我爸爸 我送给我妈妈 没有办法 那我希望 他也能够得到这个力量 所以我就去跟他讲 告诉他这个方法 让他也这样修 他也得到这个力量 这很简单 这有两种 一种就是比如说 好 你吃到 这个东西非常好吃 而且又有营养 你吃了之后 身体 身体本来不好 就变成好 所以你赶快就跟你妈妈说 或你跟你爸爸讲 那么 比如说他胃不好 你胃不好吃了 这个东西 胃就好了 所以你赶快就跟他讲 你什么东西煮 什么东西怎样做 那胃就会好 那他也这样做 他的胃也就好 你不可能说 我吃了之后 我在这边回向给我爸爸 回向会儿妈妈 因为我吃的胃溃疡好 或是我的胃变好 我就回向给他 他的胃也不会变好 没有 你只能跟他讲 因为你是吃这个变好的 所以你只能跟他讲 你回去就这样煮 就这样买 就这样吃 你本来的病就会好 那么一样 佛法也是这样 基本上就两个 一个就是你原来的病会好 第二个就是你没有病 但是你的身体会更健康 好 那么 佛法也是这样 透过读经 透过念佛 透过拜参 让你的心安定 让你心有智慧 有慈悲 有定力 调柔 不烦恼 好 这个时候你的心是充满功德 那你发现到 哇 原来佛法这样教对我们的生命 有升华 有提升 那么有这样的作用 让我们充满着希望 充满着光明 积极 乐观 自在 所以你回去跟你的父母说 跟你的兄弟姐妹说 他们相信 他相不相信 取决于 你会不会说 你会不会做 就是说 你说到这么好天 但是平直 你又要跟他们计较 常常起烦恼 你认为他会听你的话吗 他不会听你的话 所以 你不但会说 你还会修 你从学佛之后的改变 他们看在眼里 你讲了之后 他们很愿意相信 因为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学了佛之后 变成这样的人 以前你讲不出道理出来 为什么不知道 现在你知道 可以跟他们讲 他们会很欢喜 因为他看到你的改变 他也想这样改变 他也想变好 那么你跟他说 他受你的影响 他变好 这个就叫做什么 回向 就是你把你自己 因为修行 因为学习佛法 得到的利益 得到的功德 得到的殊胜 产生的作用 你透过 透过你的行为 你的语言 你的信念 也影响到他 让他也跟你一样 学习佛法 修学佛法 也得到了这样的作用 所以你在诵经的时候 要回向 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来诵经 因为我要了解生命的实相 我要了解修行的道理 我要知道怎么样让我自在 我要知道怎么样让我离苦 我要了解这些方法 所以我来学佛 我想提升我的生命 借由我生命的提升 也来提升 我父亲 我母亲 我兄弟姐妹 我先生 我太太 我儿子 我女儿 我大神婆 我二姨妈 反正这些 我也希望提升一切语言 不管他喜不喜欢我 不管他讨不讨厌我 讨厌我的 跟我有恶缘 我借由这个机会 把恶缘消除 增加善缘跟法缘 喜欢我的 那么我让善缘变成法缘 那么自己本身就有善缘法缘的 那么我们跟他彼此真相 那么不管是跟你有恩的 要来报恩的 平常就对你很好的 还是平常对你不好的 常常有意无意伤害你的 要来报仇的 还是要来还债的 要来讨债的 因为你学佛 之后你都能够影响他 让他提升 本来是人的 会升天 本来是道立天的 本来是道立天的天人 会做道立天的天王 那这一辈子做人 身体不健康的 因为听了你的话 学佛之后 不杀生 那么他下辈子 再来做人的时候 身体就健康了 本来做生意 很容易失败 怎么样赚钱 都存不到钱的 因为听了你的话 开始学佛 不但不偷盗 还能布施 这一辈子 能不能改变 不知道 因为要看他上一辈子的业 那么但是下一辈子 他肯定 再来做人的时候 他赚钱容易 而且善缘 因为他能舍 帮助很多人 所以当他做生意的时候 很多助援 不会有主力 只会有助力 而且他自己的福报 跟基深厚 那么他凭自己的福报 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受用 然后他还可以把这些受用 继续在 让更多的人受用 所以他的善缘 助援就越来越多 所以本来一百人的公司 那么经过努力 会成为两百人的公司 会成三千人的公司 为什么 为什么同时有那么多人 为他效命 为什么同时有那么多人 那么来帮助他 都互相帮助 因为他学了佛之后 他的心广大了 他的缘深厚了 善缘很多 恶缘很少 那么这样的 这样的行为 才导致他越来越好 那这个就是功德 那么我们在诵经的时候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我们在学佛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回向 做完之后有回向 那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 比如说几个例来讲 几个例来讲 我们等一下讲完经 是不是都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富质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果道 对不对 那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 我讲经之后 你听经之后 那么我们得到了智慧 增长了智慧 增长了慈悲 学习了怎么控制烦恼 怎么觉察烦恼 怎么调腐烦恼 怎么断除烦恼 那么学习了这一些之后 那么我这样学的目的是为什么 我学佛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是什么 我学佛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成佛 不是吗 我学佛的最终目的是成佛 那么我为什么要成佛 因为成佛我就有大智慧 大慈悲 像这里 这边等一下就会讲 这个佛 有这个大圆满光明云 大慈悲 大智慧 大剥落 大三妹 等一下会讲这个 那么我就有这一些功德 这一些力量 我如果这些力量有什么 我可以影响 我有缘 没有缘的人 有缘的人 马上得利益 没有的缘的人 未来得利益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当我们听完间充满法使 佛法入我们的心 影响我们的时候 我们这个充满智慧慈悲的心 希望佛法的好 让一切的众生都知道 清楚明白 彻底圆满的知道 当他彻底圆满的知道的时候 他就是佛 那我们朝这个目标努力 也带领所有的众生 朝这个目标努力 其实是这样 并不是说 我送完经 我现在跟你讲完经 我就有功德了 我把这个功德 我现在给我妈妈 让我妈妈也得到清点的智慧 没有 我还必须跟他讲 但是 如果你没有学 你跟他讲 你讲得出来吗 你能够跟他讲 那怎么样比较好吗 因为你学了 你也修了 你清楚知道 你自己依这个来学 不是经典讲 有就有 那我自己这样做了之后 发现真的有 后来 因为我亲身的体验 我在佛法里面做见证 所以 我第一个要告诉的是谁 与我有恩的人 对不对 那么为我辛苦的人 比如他来玩赛的 那么这些 然后我还要 我还要帮助谁 赢我有仇的人 因为跟我有仇是因为我过去伤害过他们 那么现在我最大的 最大的善意 你因为我而受伤害 那么我对你最大的忏悔就是 让你未来是让你未来因为我而快乐 让你未来因为我而快乐 是不是 那么一样这个意思 那么我过去你是来讨债的表示我过去 欠你的债 借你的债就是因为因为也许跟你借钱不还 也许也许怎么样 就是那么我必须要还给你 那么我最大的我最大的 就是最大的利益不是你跟我借酱油 我把酱油还给你 你跟我借 我跟你借一万块没还 我还你两万块 不是 而是我让你未来 生生世世都能够在佛法中得到利益 我只是伤害你一时 但是我给你的利益 是生生世世 那么因为我给你这样的利益 你得到利益了 你当然你当然你也不会伤害我 未来的恶元 过去的恶元就转成善元 那么这种善元因为你学佛 就转成法元 就像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跟他的父亲 跟他的母亲 跟舍利佛跟牟尼远 这个过去中都有什么 都有法元 都有善元 那么我们学佛也是要这样 一直出家 久足升天 不是因为你出了家 你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可以升天 不是 而是因为你学了佛 依法修行 得到佛法的力量 这种力量影响了你周遭的人 假设你是一盏灯 在你周围最近的人 他感受到第一个光明 第二个温暖 基本上就是这样 离你越近的人 感受的越深刻 那如果你是一包热射 离你越近的人 他感受到的就是错位 然后那一个脏乱 越近感受就越深刻 所以让你自己成为一盏灯 这个就是佛法 灯就是充满光明跟力量 在佛法里面就是智慧跟慈悲 那么你必须透过学佛 让你自己变得有力量 那么在你学佛的当下 学了佛之后 那么你就心里面知道 我从佛法中得到的利益 我想去利益谁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其实就是违向 在你学佛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今天为什么要学 那么我学了做什么 我想你要利益谁 我可以利益谁 你们不用去法会 写那个冤亲在主的牌位 你只要学习佛法之后 好好想 在我周遭的人 影响我最深的 不管是好的 不管是不好的 那么你要怎么样 反过来去影响他 让他们都可以得到 你现在得到的利益 拥有你现在拥有的 智慧跟慈悲 那么这一些 都是你从佛法中得来的 你透过学习 那么透过皈依三宝 依教奉学 那么亲身实验得来的 你肯定 你确定 这样对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有不可思议的帮助 你很希望把这种力量 那么也传播 像点灯一样 那么传给你周遭 有需要的人 你想帮助的人 所以因为这样 你看释迦牟尼佛一个人 甚至迦匹罗为国 你要知道迦匹罗为国 后来被灭绝 佛陀的两大父王 一个是波斯逆王 跟莫利夫人 莫利夫人是 对佛法很深刻 莫利夫人 应该好像也振三国 那么佛陀的两大父王 佛王他也没出家 波斯逆王跟莫利夫人 韦提西跟禀婆苏罗 他们的下场 最后的下场都不好 禀婆苏罗罗 被他的儿子阿哲氏 关起来死掉 那韦提西好一点点 但是最后也是哭得很伤心 但是这两个人 后来都振过 现在呢 现在在天上 如果振三国的话 在五不还天 色戒天 如果振出国的话 二国的话 可能就在道立天 那莫利夫人跟波斯逆王也是 七头太子也是 那么很多人都是因为 释迦佛升天 包括迦匹罗为国 迦匹罗为国 因为释迦佛出家成果 整个加比罗为国人 我看至少 百分之六十以上 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至少我看至少 因为加比罗为国不大 那么后来 在流利王要屠杀释迦族的时候 他们家族曾经开会过 因为军队要打过来啦 你要不要抵抗 要不要抗争 要抗争就要杀人 那么这不符合佛法 因为被杀只是一死的 但是杀人 他的业 他可能是很多事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地方 我们从孔子的时代 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 那个时候 都是有国家 有民族观念的 大家都在杀 杀到秦始皇统一之后 才三十几年 马上 向羽流邦 那么又再杀了 杀完了到汉朝末年 曹操 刘备 孙权 又杀了 反正就是这样 那你如果没有整个道理 你可以从孔子那个时代 一直为国家 为民主这样杀杀杀杀杀杀杀到 八国联军的时候 你还在杀 你看看 那中间有可能杀得比较厉害 就多二道了 从二道起来 保留这个习性 做蚂蚁的时候 就做那个公乙 然后跟红蚂蚁跟白蚂蚁 也一样是施杀 我告诉你 真的就是这样子 但是 这个加比罗伊国的人 加比罗伊国的人 他们深受佛法的影响 很多人虽然被杀了 但是马上升天 那如果他下来做人的时候 他不会投生到 有战争的地方 这个就是夜报 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因果是看 但是你从佛法 你从佛法中了解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道理 你就不容易造恶业 不会造恶业 你就不会怎么样 你就不会受恶报 第一个 你不会下三个道 我们说地藏经 最主要的思想 有第一个 让现在的人 因为现在的人容易造恶业 让现在的人 不跺三恶道 这是第一个 佛法最重要的第一个坎 让学佛的人不跺三恶道 那么第二个 地藏经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没有往生尽头的观念 就是在娑婆世界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 学习菩萨的精神 帮助很多人 了解因果夜报的道理 告诉他们学佛修善断恶的道理 那么因为你这个力量 你容易跟佛法相应 让很多人 转恶元为善元 转善元为法元 从法中得到法的力量 其实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学佛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也是地藏经里面一个核心的道理 那我们现在念地藏经 都不是这样子 都是因为地藏菩萨是幽名教主 万一有一天我躲地狱 他可以救我 千万不要这样想 千万不要这样想 你真躲地狱 我老实告诉你 地藏菩萨也不会救你 也救不了你 地藏菩萨再怎么厉害 不能违背因果法则 夜报法则 佛都救不了你 不要说地藏菩萨 真的 佛如果可以救 他第一个 他第一个要救的就是提伯达多 提伯达多 他的两个弟子也跟着他跺地狱 提伯达多主要在毁谤佛 伤害佛 他的两个弟子主要在毁谤舍利佛目见 但是他虽然跺地狱 因为过去跟佛学了这个因缘 那么因为过去他也努力修行过 这个因缘才让他又变好的 所以我们未来会怎么样 取决于 取决于我们内心 学了些什么 拥有什么愿 每一个人都是一夜轮回 有少数的人 是趁愿再来 众生就都两肋而已 要不是一夜轮回 就是趁愿再来 那佛地子呢 在夜中有愿 在愿中有愿 还没有完全能够做足的时候 有部分的愿 比如说修天不升天 那个就是一种愿 那么你有修 你有升天的愿 但是升天 不容易学佛 不容易修行 所以你甘愿到人间来 行菩萨道 那么这个就是有愿 有愿 依你的善愿 再加上你的菩萨愿 那么这样让你 让你在这个说佛世界 不多恶道 正见真上 当你正见真上的时候 你就生生世世 都不会多恶道 在这个不多恶道的平台上 不断的累积菩萨道 你利益的人会越来越多 最早只有利益你自己 当你有这个悲愿的时候 你这个利益的心 扩展到你的父母 兄弟姐妹 一直往外扩生 扩展到你的亲戚朋友 你的同学 扩展到一切的人 就跟佛一样 那这个是 这个是里面 所谓 所谓一直出家 久足生天的道理 他并不是说 你出家了 你就久足生天 没有 没有 而是 你出家之后 你影响了谁 有些人甚至 因为出家 那么他的父母 如果他修行不好 他的父母本来就对他出家不一样 那么他的品性又没有变好 那么出家之后 他能够影响谁 他影响不了谁 没办法 你看我们如原法师出家之后 影响他的妹妹 影响他的妈妈 未来 他的爸爸虽然不在 肯定还会影响他 因为有缘会在来 只是已经不是他爸爸 但是有可能 变成 他的居士 他是谁 又会影响到他 就是这样 因为有缘必定会再见 但是如果你修了不好 你也会影响 但是是不好的影响 是不是 那一样 那我们要好好想 我们学了佛之后 第一个 你有没有影响自己 变好 所谓的变好就是 以前我看到这种事情 会生气的 现在不会生气 以前我看到那些 那些人 自私的嘴脸 那个贪婪 贪婪的嘴脸 我就非常的讨厌 不行 你要可怜这些人 没有学习佛法 或是学了佛法 不会用 用了 用不上 就是用的时候 用的不好 不熟悉 不熟练 所以 你要第一个 以他们为借敬 思考 那个是一种敬 就是反光 我也学过 我有没有像他这样 第二个 第二个 我 我虽然没有像他这样 所以我要庆幸 我 我过去 过去的缘 法缘深一点 他跟佛法的缘 浅一点 所以体会不到那里去 但是我们深一点 我们不要去鄙视这些 看不起这些人 就好像你读国中的 不要看不起那个国小的 连一家 连这个加减成组都算不好 他才读国小 一样 虽然都是人 也许比你早学佛 但你可能在加受佛的时候就发现了 对不对 他到释迦摩利佛的时候 才勉强学到一些而已的 你已经多他几百年 几千年 几世了 所以 但是你看不出来 他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但从这个程度就知道了 所以 这个时候 你要想的 你不是看不起他 以前你遇到这种 会用世间心 鄙视他 厌恶他 现在不是 你的内心没有厌恶心 没有鄙视心 只有什么 只有慈悲心 只有忍辱心 只有想利益他的心 那么这样 你就是佛法影响了你 改变了你 提升了你 以前你看见这件事情 会生气的 现在看见了 不会生气 或者以前生气一生气 就是三天 现在只生气一天 我告诉你 佛法提升了你 以前你非常自私 现在 凡事会先想到别人 佛法提升了你 那么你藉由佛法的提升 你想到佛法的殊胜 你也想希望一切的人 都能够这样提升 那个就是菩萨的土提愿 大悲心 这样 佛法 除了带给你 佛法带给你真实的利益 你又带给你周遭的人 真实的利益 假设你影响的人越多 未来你成佛的时候 未来你成佛的时候 你的弟子就越多 这个是维摩杰经讲的 你地藏经也有讲 这后面讲的 我们再讲到后面来讲 其实菩萨道徒是讲这样 所以 维摩经教会讲 众生之类是菩萨净土 那么 地藏经的明白地告诉你 菩萨的净土在哪里 就在娑婆世界 这个看起来是慧土 但实际上是菩萨的净土 庄严国土 庄严这个慧土 让这个慧土变庄严 成熟众生 让众生没有善根的 会 种善根 有善根的 不成熟的可以成熟 已经成熟的可以得度 这个也是 释迦牟尼佛的修行方法 地藏菩萨继承下来 那我们学习地藏经 不是希望地藏菩萨 在我们堕落的时候 救我们 救我们的亲戚朋友 不是 而是我们学习地藏菩萨 像地藏菩萨这样 具有力量 在我们周遭的人堕落的时候 在我们周遭的人受困的时候 在我们周遭的人烦恼的时候 你就扮演分身地藏 让这一些人 本来会堕落的不堕落 没有堕落的可以提升 每一个人 都受地藏菩萨的影响 成为分身地藏 就是地藏的分身 帮助一切的人 都不堕三二道 帮助一切的人 都能够向解脱道 更进一步 行菩萨道 这个是地藏经的真意 这是真实的道理 好 那我们来看 就 这个 佛到底在刀令天 为母亲讲了些什么 那么我们先不看这个地藏经 我们前面举过 你要解脱要有什么业 什么业 要有五肉业 就要敬业 所以假设 这世家佛要度他的母亲 要让他母亲得解脱 他必须告诉他母亲解脱的原理 修行的次第 如母亲并不是说我是佛 所以我回向给我母亲 我母亲就可以正出国 二国三国四国 没办法 没办法 我们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观念 这样的观念是违背因果的 释迦佛要度他母亲 一样 用他知道的道理 用他熟悉的了解的 明白的修行方法 告诉他母亲 要明白些什么 要清楚些什么 要了解些什么 要知道些什么 知道明白清楚了解了之后 要怎么修 修了之后 就是你的 修多少 你就得多少 修什么 你就得什么 释迦佛也不能带他母亲修 他只能告诉他母亲怎么修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 我念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就会把他的修行功德给我 我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就会把他的修行功德给我 我念阿弥陀佛 到阿弥陀佛那里 阿弥陀佛就把他的功德给我 千万不要这样想 这样想是错的 即使是佛也没有办法把他的福德跟智慧 直接送给谁 没有办法 他只能告诉你 你如果要有福报 你要怎么修 如果你要解脱 你要怎么修 如果你要成佛 你要怎么修 你听了之后 你听了之后 相信了 然后去修了 修到究竟 你就得到 你就可以得到 佛跟你说的 那因为佛不会讲错 他跟你说有 你就是有 那么你怎么知道呢 就好像暴露一样 他告诉你100公尺 你会看到什么 200公尺 你会看到什么 你刚开始不能完全相信 他告诉你 一公里后有什么 那个 那个天堂在一公里处 他告诉你 第一百公尺 你会看到什么 第二百公尺 你会看到什么 然后你要往左转 你要往右转 那么你走100公尺的时候 真的看到 再走200公尺的时候 看到 再走300公尺的时候 看到 你每走一步 你每修一步 你就体会到 佛跟你讲的功德殊胜 所以你就会越来越相信 透过你 从第100公尺 到第700公尺 我完全跟佛说的一样 有那个光景 有那种殊胜 一模一样 所以你就越来越相信 到你走到最后的时候 发现 看到佛跟你讲的 天堂在一公里处 你看到 不坏 我们学佛也是这样 我们相信佛 并不是因为主师大德 跟我们讲 并不是因为经典 跟我们讲 并不是因为谁 看了很多什么感应物 什么没有 是由我们亲身实验 学习佛法 体振佛法 而得来的殊胜 我们非常清楚 所以叫做伐喜 怎么样 充满 其实是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要跟你讲的道理 就是说 佛 佛在第七年 度了他父亲之后 基本上 基本上 他的姨母 他的爸爸 他们都解脱 都没有解脱 正果了 决定会解脱了 然后他 他就想到 要天上度他的母亲 第七年 度他的母亲 我们说过 你要升天 要有十善业 你如果要升天 要有十善业 那么升的是欲戒天 如果你要升色戒天 除了善业 还有什么业 还要有 还要有 禅定的业 还有修定 你才能升色戒天 那如果你要出三戒 你要得解脱 你必须要什么业 要有无肉业 这些都是有肉的 三戒里面的业 都是有肉业 三戒里面的业 都是有肉业 你要还要修无肉业 就是禁业 我们可以这么讲 上业 二业 禁业 有肉业 无肉业 业 基本上 我们可以这么分 有肉跟无肉 那无肉 肉就是烦恼 会肉撕掉 会用完的 那么有肉业 基本上有善 有恶 那有些还分成无忌业 都是有肉业 那无肉业 就是禁业 那么这个是可以解脱的 假设 假设 那么 那肉是烦恼 肉是烦恼 假设 假设释交狗要到天上度他母亲 他想让他母亲能够得解脱 他一定要跟他母亲讲什么 讲什么 讲什么 讲无肉业 那他要怎么讲 什么是无肉业 好 那我们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世间证件跟初世间证件 讲得太大声了 有点口渴 会不会讲得太激动 不会啊 我怎么觉得我有点激动 好 我们来看哦 基本上 证件 证件主要分世间证件跟初世间证件 这是佛法所说的 基本上分两部分 叫做世间跟初世间的 那世间的里面 主要就是人天 就是人跟天 人天的业 那世间证件里面 基本上 就是有善有恶 对 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 然后呢 有去有来 有过去有未来 就是业是通三次的 有去有来 然后呢 有凡有胜 有凡有胜 有去来有凡胜 就是三次 那通常是这样 我们先讲世间的 然后再来讲初世间的 通常是这样 你要先分别 这个世间什么是三 什么是二 比如说十善业 布施 不杀 不偷盗 不邪引不忘 这是十善业 那二呢 就杀到淫妄 这些 这个是二业 十二业 就是你第一件事 应该了解 世间是有善有恶的 那么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那知道上次我们跟大家讲 讲过吗 你杀生祭神 是善是恶 你杀 你杀 你杀一头鸡 炖了鸡汤 给你母亲喝 是善还是恶 对 善中有恶 基本上是这样 那有些是恶中有善 比如说 这个 劫富祭品 是善还是恶 恶中有善 基本上是这样 那我们多数都是善恶业夹杂的 好 那么 包括路见不平 拔刀相准 善中有恶 因为你救的是人 你打的也是人 杀害的也是人 你害的也是人 那么 善 跟恶都会产生 都会产生影响力 都有潜在 跟利己的影响力 就是他有潜在 跟利己的影响力 就是你所得你的行为 善跟恶 生口意 不管是善 杀到淫 两则恶口 妄于其饮 叛生吃 生口意 的上跟恶 都有潜在 跟利己的影响力 潜在的影响力 就是他不会马上看得到 但是他隐藏着 然后未来才看得到 多久以后 要看那个业 利己的影响力 说马上做 马上看得到 其实是这样 就是伤害是利己性的 利己性的伤害 利己性的伤害 叫做县世报 县世的业 县世做就县世报 不是利己性的 要累积 累积到一个程度 那么他才会产生影响的 这个叫做来世报 或是后世报 那么他有潜在 跟利己的影响力 那么善有善业 恶有恶业 善业一定会有善报 恶业一定会有恶报 但这个报要看 是不是利己的 还潜在 他不一定现在 这一次做受报 有些是哪一生才受报 像你现在行十三月 你也不是马上升天 你要等你这个人的国报 你才升天 那你也不是马上下 造了二月 你也不是马上下三二道 除非你造的是五无间夜 那个很重 那个就会让你 可能很快就下三二道 下地狱 那么所以 这个夜有可能是过去 你现在造善业但受苦 是因为你过去的恶业 还在受报 你现在造善业还在受苦 是因为你过去的恶业还在受报 你现在造恶业还在享福 那个人造恶业还在享福 是因为他过去的善业还在受报 那么所以有过去有未来 那这是世间的 那么你透过修行 在你的诸恶莫众 诸恶莫众 众善奉行 在这个夜上 然后你再修这个 这个无漏夜 那么致敬其意 那么透过修行 那么分凡跟圣 凡夫跟圣者 那么你一旦有无漏夜 你就可以成为圣者 成为圣者 那么你过去虽然有恶业 因为不会成熟 他就不会再受报 那么出世间 这个是世有 世从有 有善恶 有夜报 有去啊 有凡胜 这个出世间是三五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其境 诸行无常 就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其境 涅槃其境就是无为 也是无身 涅槃其境是无为 或是无身 好 那么假设 这个是出世间的 假设 释迦佛要度他的母亲 摩耶夫人 出三界 那么 决定可以出生时 那么他必须跟他讲这个道理 让他理解 诸法无我的道理 那么他才能够得涅槃其境 得无为 得无路 那么让他从这个世间 无常的生命世间 体会无我的道理 那么体会无我的道理 他一定不离开 原始 四地 一定不离开原始 等一下我会来讲这个 那么 释迦佛的母亲 他才能够出三界 才能够真正得解脱 虽然没有马上 正阿罗 但是未来一定可以得解脱 在不度三恶道的平台上 基础上 那么 顶多 正出国 他母亲 后来是正出国 正出国之后 最多七次 他就一定可以解脱 而这七次之中 他都是在人间天上 在人间也不受苦难 在天上更没有 那么就这样 就这样 那么七次之后 正阿罗 他母亲用功一点 第二次就正阿罗 其实是这样 下课了吗 好 先下课